我以前在生小孩之前 我是很討厭小孩的 我是那種在更衣室 看到小孩這樣跑來跑去 我會拿牙那個衣架 打旁邊 然後就製造 你那是要打嗎 沒有 我會打小孩 這樣我就知道很大的聲音 然後讓他覺得 這個阿姨很恐怖 但是然後我有一陣子 生完小孩之後 也只覺得自己的小孩可愛 其他的小孩都是很吵 對啊 我有結論了 聽完你們一輪 怎麼樣 什麼結論 代表小孩一定要生 但是 妳有在聽 是不是 對 那可以 借誰的金子 就剩一個小孩就好了 就不結婚了 當然 個人一起戴還是會輕鬆很多 不是 應該是說 其實結婚也沒有不好 只是說你要很清楚知道 在踏入結婚那一塊 裡面之後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在簽下那合約之前 要先溝通好 因為你知道 就算溝通好 後面還是會有變過 人都會變啊 那你如果沒溝通的話 會更恐怖 嗯 好啦 我覺得能夠 有一群這樣的朋友 每次都在講說 演藝圈裡面要交真心的朋友 其實很難 那你們的友誼 不管是因為工作認識 還是怎麼樣 私底下有沒有聯絡 這也十五年了 對不對 對啊 很珍惜 你們友誼至少十五年以上 我覺得也互相經過 互相的少女時期 少婦時期 姐還有生小孩媽媽的時期 然後現在接下來 要步入婚姻的時期 我覺得這個身分不管怎麼轉變 那一種感情是不會變的 真的 就是話題會一直不斷地轉變而已 也祝福你們的友誼能夠長久 歡迎你們能夠長久 你們講起來怪怪的 對 好像不是真心那一字 有 真心的 喜歡我們的節目 還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歡迎追蹤 聽媽媽的話的 粉絲專頁YT頻道 還有官方IG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